每年的8至11月都是ABRSM述科考试的季节 今期的每月一篇就重温一下考试的流程和基本要求 F minor harmonic 钢琴述科考试有四个部分 其中包括 scales, arpeggios, broken chords 考官通常会要求考生弹奏相应级数的音阶、扒音和分界缓缘中至少一种形式 D flat major tends together to optics 主打部分就是pieces 曲目的list A, B, C分别是音乐时期上的分类 考官在评分时不但会评估音符和时值的准确性 都会评估其他决定演奏好坏的因素 例如触键的质量 音乐的层次与变化 速度的选择 以及在表情记号、乐句和重音等方面的细节处理 Now we are going to have the sight reading test 考官会准备一份sight reading材料 同学会有30秒时间做准备 高级的考生请你留意 你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将整首曲目弹一次 所以建议要从音准、力度变化连跳掌握各方面同步着手 最后是aural的环节 当中包括拍节奏、clapping 1-3级的考生 在考官弹曲目的时候 就要拍出固定的节拍 至于4-7级的同学 你们要拍的不是节拍 而是曲目的节奏、rhythm So here's the paper for you You can have a look Please sing the notes at number 7 No. 7 Okay, please have a quick look on that Sing them slowly And I will help by giving you the right note If you sing the wrong one, okay Here is the key card And you're starting note Here is the music 最难的一个环节 相信很多同学都认同会是听力环节 考官会弹奏一段乐章 1-3级的考生 会被问及乐章中呈现的效果和风格 4级以上的听力环节 就会多加了有关音乐特征的问题 Did the dynamics changes suddenly or how to gradually? 以上都是钢琴述科考试的流程和基本要求 想知道更详细的认考内容 可以PM我们音乐方查询 是亲自身自身的经历 大概是两个月的时刻 大家可以去点尾键 如果我们在纳第2回目的电话 的话,按下一次 看看我们的电话 我们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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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电话